在獲得先發的機會 前一次出賽已經是4月4號對上同事室的時候 現在來到這個比賽的第三打擊 最後選到了四塊球寶宋 今天中信兄弟還滿常靠著寶宋來開啟球力攻勢 教練有提醒有可能會執行出擊 畢竟是比賽中後半段 那對中信來看的話 一樣宋宋的短棒還是先擺出來 要點 點進的場內 夜列球接球之後穩穩地傳向虎位的二壘球這邊 一出局 宋宋宋是一個全攻的新鮮端打發 原本在夜列的跑車推進上道的得點圈 位置點得很好 要怎麼樣來跟張志豪對局喔 現在開季到目前為止安打都還沒出現 不過還要小心他的一棒 這一球打得非常扎實在中間方向落地 新賽季的第一盞打終於出現 張志豪中斷了開季十之靈的一個低潮 要把球要回來 太久沒有叫做安打了 聯盟應該不會管他 這次安打出現喔 現在讓忠兄弟的攻勢來到一三壘 恭喜紅把志豪 終於這個氣勢還有壓力可以稍微釋放一下 打者不只是透過守備 或者是透過選球 都有辦法找到很好的攻擊的感覺 像張志豪其實就是滿明顯的 三個伴侶來講 最後那一顆曲球選得滿不錯的 三壘是潘志豪 一壘是林志豪 打擊是陳子豪 結果還是外角的電話球 選到了四塊九寶宋 現在陳子豪上壘 填補這個真正率的攻勢 來到了滿壘 又喊暫停 感覺要又要換 球數 這一球決勝負 選球 選到了四壘球保送 這個四壘球保送又要帶有一分的打電 陳文傑今天單場是貢獻了第二分的打電 幫助忠信兄弟現在擊回了第三分 三比一 兩分領先 跟滿壘的嗆死 來到第六棒的江坤宇 有可能在棄局上 要成為比賽勝負的奔馴領 這一棒打成了在左半邊 落地先這樣打 第一位跑者回來 現在第二位跑者也要回來 陳子豪也回到本壘攻下了中信兄弟的第五分 這是一支二藍打 兩分打點 擴大領先為五比一 中信兄弟的攻勢持續攻占到了二三壘 這支三打可能真的是要一棒來擊成衛拳龍喔 再來看一下 晉級地進攻 內角球其實有點投的比較甜喔 這球對江坤宇來看的話 揮棒的節奏感掌握得很好 來看的話 加油 哈囉大家好 我是Peggy 不想要錯過精彩賽事 請鎖定中信兄弟 官方YouTube頻道 還有Twitch喔 hero 中信兄弟的劇